下面呢咱们可以看这个第五条 通信工程价款的结算 这条呢是整个这个 概算管理这一节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最重要的一条 下面先来看这个第一个 就是价款结算的这个基本原则 工程价款结算呢 它应该以这个预算定额 费用定额 批准的设计文件 以及呢双方签订了这个承包合同 有一个依据 这是它结算的依据 第二个呢就不说了 第三个呢就不说了 第四个呢就不说了 第五个也不说了 那么第二个 咱们来看这个工程预付款 咱们这本书里边提到这个 关于钱呢 就是三笔钱 一部分呢是预付款 一个呢是进度款 还有一个呢是竣工结算款 那么预付款呢 就是在工程开始施工之前 施工单位进场之前 那么这个建设单位呢 给这个施工单位的一部分钱 让它呢去启动啊 这个项目 为这个项目呢做准备 那么 它呢包含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包工包料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呢 工程预付款一般呢 不低于合同总价款的10% 不高于呢30% 如果是设备或者是材料 投资的比例比较高 那么呢不高于60% 包工不包料 或者是部分包料的这个工程 按照管道啊 就是新建管道 陷入还有设备 那么按照40% 30% 20%的比例进行给付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那就是关于这三个啊 这个比例 分别呢 对应着上面的三种施工的场景 啊 嗯 第二个呢 是关于给付的时间啊 这两条呢 说的都是给付的比例 啊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去给付 那么呢 第三个呢 说的就是给付的时间 就什么时候给 发包人呢 应该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的一个月内 或者呢 不迟于 这个约定的开工日期前7天啊 进行这个给付 如果是不按照约定进行给付 承包人呢 应该在预付时间到期后 7天之内啊 进行催要啊 要求他进行付 如果仍然不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付的话 那么承包人呢 可以在发出通知后的 这个14天后 就停止施工了 就不干了 啊 第四个 预付的工程款呢 在施工合同中应该约定 这个抵扣的方式 在进度款中呢 进行抵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预付款呢 其实相当于咱们平常时候买东西的那个定金 啊 那个定金 譬如说你和你对象啊 这个刚装清了一套房子 那么呢 去这个商场里买家具去 买了多少件家具的 买了十件家具 啊 十件家具 一件家具呢 是一万块钱 一共呢 是十万块钱 你给 你是否给了一部分定金啊 假如你给了两万块钱定金 这两万块钱定金呢 就相当于预付款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收到家具 你就给 已经给他钱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约定什么呢 约定 你来一件家具啊 你来一件家具 我给你一万块钱 你来一件 我给你一万 然后呢 最后我给的你这两万块钱的定金 干什么呢 去冲底最后的两件家具 也要第九件和第十件 我不给你钱了 啊 我用什么当的 我用什么去冲这个钱呢 用我的定金两万块钱去冲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啊 啊 当然可以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是要进行抵扣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进行抵扣的话 那么你给到这个施工单位 两万块钱 然后呢 他干完了一点活 你给他 比如说呢 还是按照这个家具具例子吧 你给他两万块钱定金 对不对 然后来一件家具 你给他一万 来一件家具 给他一万 然后来到实际家具 你是不是要给他十万块钱啊 而这样的话 你一共给了他多少钱 你是不是给了他十二万啊 是不是就抄支了呀 啊 你原本是你这实际家具 他值十万块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预付款 相当于呢 这个施工 这个建设单位呢 提前支付的一部分钱 啊 把这部分钱呢 去冲底什么呀 去冲底进度款去 啊 去冲底进度款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预付款 这个地方的考点呢 就三条 一个是给付的比例 一个是给付的时间 第三条就是抵扣啊 就是怎么抵扣啊 这个也搞清楚啊 搞清楚 第三个呢 是工程的进度款 呃 承包人呢 向发报人要提出这个申请 提出申请后的这个14天内呢 这个发报人应该按照不低于价款的60% 不高于90%向这个承包人呢 进行支付啊 这个呢 主要是一个时间问题啊 主要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四个是关于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 工程出现后三个月以内啊 双方呢 应该按照工程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调整内容 以及索赔事项 进行工程的这个竣工结算 啊 就是说 怎么去结算这个呃 竣工价款啊 根据这三个内容啊 去结算 那么 第二个工程结算的文件啊 工程价款结算的文件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工程价款 结算的编制说明 一个呢 是工程价款结算的表格 那么编制说明里边包含什么呢 包含总价款啊 结算的依据 结算的依据 因工程变更 使工程增减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记住这三场内容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从来没出过 但是我觉得他完全具备初期条件 因为这个结算文件是谁编的呀 事工单位编的 对吧 第四个呢 是先签证后施工 那么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完成合同以外的项目 比如咱们前面举那个例子 对吧 本来你是承担了 承接了一个20公里 新建管道的一个工程 对吧 然后呢 后来呢 给你新增了两项内容 一项呢 是两公里的新建管道 啊 还有一项呢 是20个基站的设备安装 啊 两项内容 那么咱们当时说过 对于这两项内容 第一项的话 事工单位能拒绝吗 不能拒绝 他必须什么呀 必须遵照执行 必须照常干 对于第二项 是不是就属于合同以外的内容了 因为你本来的合同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新建管道工程 而你新增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呀 是新装设备工程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对于第二项工程 事工单位 他能拒绝吗 他可以拒绝 对不对 可以拒绝 但是能接受吗 也可以接受 对不对 也可以接受 他要是接受的话 那干嘛呀 哎 要先商定价格 怎么商定价格呢 就是这个先签证 后施工 要先签证 后施工 那么先签证后施工 承拨人应该在接到发布人要求的七天之内 把用工的数量和单价 机械和仪表的台帮数量和单价 使用材料和金额 向发布人呢 这个提出签证 发布人签证后再施工 如果是发布人没有签证 承包人就自己干了的话 发生争议的 怎么办 承包人自己承担 承包人自己承担 也说必须什么呀 必须先确认价格 然后确认完价格 然后再干嘛呀 再施工 再施工 第五个是关于索赔 这个呢 没什么要说的 咱们在索赔里边都讲了 不再说了 第六个呢 是关于采购保管费 工程采用总承包 或者是包工包料的时候 那么呢 保管费呢 全额进行收取 如果是包工不包料 那么最多呢 收50% 这是一个收付的比例 第二个是关于工程竣工结算的审查期限 那么单向工程竣工后 那么承包人呢 应该在提交 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 向发包人呢 递交这个 结算的报告和结算的资料 这里呢 有一个区间 500万以下的 20天之内 实际上完成 那么500万到2000万的 30天 那么2000万到5000万的 45天 5000万以上的 60天 如果是一个建设项目 他有多个单向的话 那么这个建设项目的竣工总结算 应该在最后一个单向 审查确认之后 15天之内 汇总 汇总什么呢 汇总这个项目的竣工总结算 送给发包人 发包人呢 30天之内审查完成 关于这个考点 是个很重要的考点 你像14年 15年 连着考两年 16 17 18 这三年没考 19年 很有可能继续出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怎么出呢 他又给你一个价款 他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400万的合同 我5月1号呢 递交了这个 军工业收报告 然后呢 同时我递交了这个 结算的资料 问什么时候给我 这个确认 或者什么时候给我完成资料的审查 什么时候往后推20天 5月20号之前 5月20号之前 那么如果是现在给你个1000万的呢 是不是就往后推30天啊 那么如果给你往后 如果给你个2500万的呢 往后推45天 如果给你一个一个亿的呢 那往后推60天 啊 这是这样 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已经好几年没考了啊 已经好几年没考了 呃 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要注意另外一个事 就什么呢 你在旁边写上 就是1 3 5 7 8 10 12 啊 这7个月呢 每一个月有31天 啊 每一个月31天 老师他会不会考2月呀 他不会考2月啊 不会考2月 这种有歧义的地方 他肯定会规避的 啊 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啊 越不得他会明确告诉你 啊 2月按照28天算 或者2月按照29天算 他会告诉你啊 他会告诉你啊 呃 就是这个数轴啊 这个咱们不再说了 第三个呢 是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 那么承包人呢 如果是没有按照规定 提供这个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的话 发包人发出书面要求之后 14天之内 如果仍然没有 那么怎么办 按照现有的资料呢 进行审查啊 按照现有的资料进行审查 发包人呢 应该在收到这个申请后15天之内 去支付这个结算款 啊 第三个 呃 发包人应该预留啊 或者保留5%左右的这个金额 作为工程的质量保证金啊 就质量保证金 待质保期买后进行清算 啊 质保期买后进行清算 如果质保期内有返修的话 那么呢 发生的费用应该在质保金之内扣除 啊 呃 工程竣工之后 应该及时的办理竣工的这个结算 否则呢 工程不能够进行交付 啊 你说你不给我钱 我不给你工程 啊 第五个 关于这个工程加款结算的争议 这个呢 就不说了啊 就是双方打架的事 这个不说了 第三条 通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 第一个呢 咱们先来看竣工资料 啊 就是竣工资料的这个编制 竣工资料呢 一共分成三块的一种 一个呢 是竣工文件 一个是竣工图 还有一个呢 是竣工测试记录 考试的话呢 重点是前两个 就是竣工文件和竣工读 这个竣工测试记录呢 从来没考过 咱们说上的也没有相关的内容啊 呃 第一个呢 是竣工文件 第一个要求啊 就是关于文件的齐全性 这个十一个 这个标黄的内容啊 就这十一条 标黄的内容 什么工程说明 开工报告 建筑安装工程量总表 以安装设备明细表 工程设计变更和掐上记录 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报告 还有停复工报告 那个 隐蔽工程 随工验收签证 交完工报告 验收证书和交界书 这十一个表 一定要备过 啊 这个名字一定要备过 考试怎么考 他就说 施工单位呢 在工程结束之后 编制了竣工文件 然后呢 竣工文件里边 包括 这个十一项里边的三项 或者是四项 对吧 然后呢 问题就是 让你补充 啊 让你补充 那么对于十一项 啊 十一项里边缺了三项 或者已经有了三项 已经有了四项 让你补另外的八项 或者让你补另外的七项 这种题没有好办法 你只能把这十一项先背过 你背不过 你不知道他缺啥 你背不过 你不知道他缺啥 这是关于第一个 就是文件的齐全性 第二个呢 就是上述的这个军工资料 啊 无论工程中 是否有相关事件的发生 比如说 你说我们工程中啊 根本就没有发生 重大的工程阵阳事故 那怎么办呢 这个表要有 啊 这个表要有 啊 就是重大工程阵阳事故报告 这个表要有 但是呢 你可以在表里写什么样 写无的字样 就是我们没有发生 重工程中的工程的这个 重大工程阵阵事故 啊 但是表要有 所以说呢 这十一个表是什么呀 是缺一不可的 任何工程中都要什么呀 都要有 而不管你有没有相关事件发生 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呀 假设我们没有停复工 没有停工的现象 那么这个表要有 啊 我们没有设计变更 但是呢 这个表要有 可以著名无 啊 这是关于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呢 就是其中有两个文件 大家需要掌握 哪两个文件呢 一个是工程设计变更和掐上记录 这里边应该填什么 填变更发生的原因 比如说为什么变更 啊 是因为建设单位要求呀 还是因为现场的条件不满足啊 对吧 处理的方案 对合同造价的影响程度 啊 把造价高了 还是造价低了 对吧 工程变更和掐上记录呢 应该有四个单位的签字 哪四个单位呢 设计 建立 建设 施工 第二个呢 是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这个呢 要 它的内容 要写明重大质量事故的过程记录 发生的原因 责任人 处理方案 还有呢 造成的后果和遗留的问题 啊 一共是这么几项内容 这两个一定要记住 啊 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关于军工文件的 这三个考点 第一个是清权性 第二个呢 是表要有 不管是不是有相关事件的发生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有两个细表啊 就是工程设计变更和掐上记录 还有一个呢 就是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啊 这两个细表要有啊 第二个呢 是竣工图纸 竣工图纸内容呢 必须真实 准确与工程实际的相符 那他呢 应该反映建筑安装工程量总表啊 和已安装设备明细表中的这个内容相对应 啊 那么对于线路工程 要反映路由两侧50米以内的 这个地形地貌和其他的这个设施 如果是用利用施工图改惠竣工图的话 那么呢 如果是变更超过了图纸的这个三分之一 那么呢 应该重新绘 啊 应该重新绘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竣工图章 这个竣工图呢 要加改竣工图章 竣工图章里边要有三个人 两个单位的这个五个人啊 实工单位的是三个人 编制人 审核人 技术负责人 监理单位呢 是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 一共是五个人 两个单位的五个人 正好一个人一分 啊 一个人一分 正好是五分 这个大家一定要背过 竣工图章这个最近一年考 应该是在2016年 啊 201718都没考 那么19年 也要注意了 啊 这就是军工图章啊 军工图章 第二个是通信工程 随工验收和部分验收 随工验收 主要是针对这个隐蔽部分啊 也针对于这个隐蔽工程 那么边施工 边进行验收 边签字确认啊 就是你在那里干活 我在旁边呢 给你去确认啊 那么军工验收的时候呢 一般呢 不再进行复查 啊 一般的不再进行复查 第二个呢 是部分验收 这个呢 大家画一个着重号 就是咱们通信工程啊 这个部分验收 可以说是一个特色 什么是部分验收呢 比如说你去装基站去 啊 你在基站上装设备 你装了一个设备 投入运营一个 你装一个 投入运营一个 这个就有部分验收 对吧 那么通信验收工程中的 这个单位工程 建设完成之后 如果是需要提前投产 或者交付使用 经过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那么可以按照有关的规定呢 进行部分验收 这个部分验收呢 有两个前提性条件 哪两个前提性条件 第一个 就是单位工程要建设完 你不能说你单位工程 你比如说机房 你机房要建完 比如说铁塔施工 那你铁塔施工要建完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干了一个半瓦子工程 你就让人家进行部分验收去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第二个呢 要有上级主管部的批准 同时呢 这个部分验收呢 在进行竣工验收的时候呢 一般呢 也不再进行复验 一般呢 也不再进行复验 第二个是通信建设工程 隐蔽工程随工验收的内容 第一个呢 是设备安装类 首先来看这个机房的防雷和接地系统 这个包括什么呢 包括地线系统工程的勾槽开挖和回填的质量 接地导线的跨接安装质量 接地体的安装质量 还有接地土壤的电导性能 还有呢 就是接地电阻的测量值 第二个呢 就是机房设备的安装 那么包括溃线头的制作质量 电池的充放电测试 设备的单机测试 设备的系统测试 以及呢 这个天溃线测试 第三个是移动基站铁塔工程 这个铁塔工程呢 咱们就不要求了 重点是前面两个 第二个呢 是线路工程 直埋 包括路由的位置 埋深和沟底的处理 与其他设施的间距 缆线的布放质量 排流下的埋涉质量 引上缸 引上缆的安装质量 勾坎加固等保护措施的质量 保护和防护设施的规格数量 和安装地点和安装质量 接头装置的安装质量 以及安装的质量 回填的土的质量 这是关于直埋 管道光缆 塑造子管的规格级质量 然后子管辐射安装质量 然后呢 这个 光缆辐射的质量 那么光电缆截头的 这个安装质量 架空线路 电高的动身 拉线坑的深度 拉线下板的制作 这个大家注意哈 这个为什么没有中板和上板呢 就是因为这个拉线的下板是和什么样 拉线的下板是埋在土里的 它和什么样 它和那个埋在土里的地毛石 是固定在一块的 而这个中板和上板是露在这个什么呢 是露在这个 这个是在地面以上的啊 露在空气中的啊 所以说呢 它不算隐蔽工程 只有下板算啊 那么接头安装的 这个安装及保护 防雷地线的这个埋射的深度 第三个通信管道工程 这个管道工程呢 咱们就不说了啊 重点是前面这两个 一个设备安装 一个限制工程 第三个是通信工程 隐蔽工程 随工验收的程序 一共是五步 这个内容呢 比较多 但是我给你归纳总结一下 你只能把这个大体的关键词记住 就可以了啊 对于这种整段需要记忆的啊 大家就把这关键词记住就可以了 第一个提申请 交资料 提申请交资料 谁向谁提申请 那么谁的工程 施工单位的工程 所以施工单位像谁啊 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提申请 向他们提交资料 对不对 提申请 交资料 第二个 审资料 定验收 审资料 定验收 先把资料拿过来 翻一翻 看一看 然后呢 再定 谁去验收 什么时候去 验收在哪吃饭 中午 对吧 第三个呢 就是验收 做记录 验收 做记录 第四个 发现问题 现实 整改 或者叫现实处理 再怎么办 复验 发现问题 现实处理 复验 第四个 第五个 办手续 存档案 办手续 存档案 你把这些关键词把它记住 你是不是这个整体一次就出来了 那整体一次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先提申请 然后呢 交资料 把资料交上去等着 对不对 然后呢 好 我资料审完了之后 我回复 我回复你 可以啊 没问题 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去 对吧 你拍张车 在哪来接我 对吧 接我 接完了我之后 然后呢 那个我们一块去 对吧 那么好了 现在所有人到现场了 验收 但是呢 不好意思 验收的过程出现了问题了 那怎么办 你赶快整改 我在旁边站着呢 你整改完了之后 我马上给你签字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就是办手续 好了 那没问题了 也隐蔽完了 那给你签字 对吧 签完字 把它存在档案里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个过程就一脉 一脉而成的吧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上面的这个程序呢 不但适用于隐蔽工程 它呢 还适用于部分验收和工程出现 那么如果是让你说 我这个部分验收的程序是什么 就是把上面这个隐蔽工程 把它换成什么样 换成部分验收就可以了 啊 就是就是这个程序啊 是一样的 第三条 关于通信工程 聚工验收的组织和备案的工作 第一个呢 验收的条件 咱们就略了 第二个验收的依据 那验收的依据 这个大家简单来看看 第一个是可言 第二个呢 是设计 或者设计变更 掐上记录 第三个呢 就是设备的技术说明 第四个呢 就是聚工验收规范 第五个呢 就是相关部门的审批修改 或调整的文件 第六个合同 啊 第七个 这个统计 以及相关部门的这个 军工文件 第三个呢 是关于 竣工验收的组织工作 首先呢 是初步验收 那么除了小型的项目之外 都要进行初步验收 那么小型项目呢 小型项目需要吗 小型项目不需要 直接进行什么呀 直接进行竣工验收 啊 那么初步验收 谁参加呢 建设单位 组织 啊 设计 施工 监理 治监 还有维护 这几个部门参加 这个一定要记住 就是初步验收 谁参加 谁参加 这些单位参加 那么出验后 半个小 半个月内 啊 报送什么呢 报送初步验收报告 第二个呢 是身运转 身运转呢 一般是三个月 身运转结束后 半个月内 啊 报送什么呢 报送竣工报告 和初步结算 啊 并且呢 请求组织 竣工验收 啊 第三个是关于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 有哪些部门呢 主管部门 建设 设计 施工 建设建立 维护使用 还有质量监督 那么这些部门呢 组成验收委员会 或者验收小组 那么验收委员会 或者验收小组的职责是什么 这大家注意 啊 验收委员会 验收小组的职责是什么呀 负责审查 竣工报告和初步决算 工程质量监督单位 宣读对工程质量的评定意见 讨论通过验收 颁发验收证书 一共呢 是四条的内容 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背一下 就是关于 军工验收委员会 军工验收小组的职责 啊 这个大家把它记一下 啊 第四个呢 是关于备案 那么建设单位 应该在军工验收后 15日内 啊 时间 啊 在什么时候 15日内啊 在军工验收合格 啊 15日内 像这个通管局 或者是质量监督机构 办理呢 手续 提交什么呢 提交两个 两个东西 一个呢 是通信工程 竣工验收 备案表 啊 备案表 你要备案什么东西啊 对吧 以及工程验收证书 这两个内容 啊 去备案这两个 对吧 那么 没有办理质量监督的 啊 申报手续 或者是竣工验收 备案手续的 那么呢 不得投入的使用 啊 不得投入使用 这是一个时间啊 一个文件啊 这个大家要把它记下 第四条 关于通信工程质量保修啊 这个服务和管理 呃 第一个是保修责任 这个保修期间呢 如果是施工单位啊 对于因为施工方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呢 进行无偿的修复 那么并且呢 请求建议单位 对于修复的部分呢 进行验收 如果是非施工单位原因造成的 应该配合啊 应该配合啊 第二个是保修的时间 通信工程的保修时间呢 一般是12个月 大家注意一下 你在旁边上 在写上这么几个字 就他光说了一个期限 他没说什么呀 他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对不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从俊工 验收 合格之 从俊工验收 合格之开始算 而不是什么样 而不是投入使用的时间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不是投入使用的那个期限 而是俊工验收 合格的期限 对不对 俊工验收 合格的期限 咱们前面讲那个结算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要保留5%的保修金啊 等到质保期满之后 然后再退啊 什么时候退啊 就12个月啊 从俊工验收开始 12个月 就是过了保修期了啊 一过保修期就退 这个质保金啊 第三个是保修的程序 这也提到一个 发送保修证书 在工程俊工验收的同时 施工单位呢 应该向这个建设单位啊 去发送保修证书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保修证书 是谁发给谁的 你一定要搞清楚 谁发给谁的呀 施工单位发给呀 建设单位的 不是建设单位发给施工单位的啊 它相当于什么样 相当于咱们有些时候去买那个家电啊 比如买个洗衣机 买个电视机 那么是不是有个保修卡呀 相当于那个东西 是施工单位发给建设单位 所以说这个保修证书的内容 大家要把它背一下 使用管理要求 保修范围和内容 保修期限 保修情况 保修说明 保修单位的名称 地址 电话 联系人 好 这是关于第三条 第二条的内容 咱们就说完了 下面看第四条 通信工程质量监督 那么质量监督呢 分成三个级别 第一个呢 就是工信部啊 第二个呢 就是各地的管局 第三个呢 就是工信部认定的这个质量监督机构啊 那么 第四个呢 是关于这个 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权限啊 一共是有四条 这四条权限呢 大家读一读就行 其实是权限非常高啊 他可以要求被监督的单位呢 提供文件资料 对吧 那么也可以进入到现场进行拍照 检测和录像 还可以什么呢 发现缺陷 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对吧 像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呢 这个 进行调查取证啊 权限非常高啊 因为他代表什么呀 他代表工 他代表国家的这个执法部门 对吧 那么这个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咱们就不讲了 第四个关于质量事故的处理 咱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质量事故的等级呢 分成三个等级 重大的 严重的 还有的是一般的 对吧 那么 这个等级的划分 大家要不太清楚 什么是重大的呢 就是引起人员伤亡啊 三人 级以上的 就算重大的 职业精进损是50万 严重的就是造成重伤啊 这个一到两个人的 就算严重的 职业精进损是20到50万的 对吧 大型项目 大中型的项目 不能够按期投产的 小型的 那么一般的话呢 就是职业精进损是20万以下的 小型项目不能够按期投产 啊 这是关于一个划分 这个划分呢 呃 在2017年的时候考过一次选择题 啊 大家注意一下 啊 他呢 就是给出你一个什么量 给出你一个范围来 让你判断啊 他属于什么样的这个事故啊 第二个 关于质量事故的报告和现场的保护 质量事故发生之后 建设单位进行报告 咱们前面是不是 咱们那个 你们法规中 是不是讲过一个安全事实验事故啊 那个安全事实验事故谁报告啊 那是施工单位报告 而这个质量事故谁报告啊 哎 建设单位报告 24个小时之内啊 这是一个是谁报告 一个另外一个是时间啊 48个小时之内提交这个质量事故的这个书面的报告 那么这个书面报告包含什么内容呢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有一年呢 考的什么啊 好像是2015年 考的是那个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啊 新教堂上呢 把它删了 那个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老教堂上呢 这个新教堂上把它删了啊 那么但是有一年呢 考的是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 质量事故报告 你要注意 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 工程说明 啊 工程项目的名称 建设 维护 设计 施工 监理和质量监督机构的名称 啊 那么事情发生的减要过程 伤亡人数和职业经济损失的 这个初步的估算 第三个呢 就是发生的这个原因的初步判断 啊 就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采取的测试 以及事故的控制情况 那就是报告的单位 是谁啊 一共是五条内容 正好呢 一条一分 这大家注意一下啊 背一下 这就是关于这个质量监督这一节 下来看第五节 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这一节呢 大家主要是以了解为主 啊 只有两个内容 需要大家看一下啊 需要大家看一下 啊 需要记一下 第一个呢 是通信工程监理单位的业务范围 啊 他说了一个资质 这个资质呢 大家不用记了 啊 咱们施工单位的资质 都让都让教材删了 这个监理单位的咱们更没必要记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通信建设工程 监理工作的实施要求 这个呢 里边看一下这个第四个 就是关于监理机构的设置和监理的权限 这个呢 大家读一读啊 第二条 那么监理单位呢 应该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入现场 啊 那么第三条 大家要记一下啊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的材料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施工单位呢 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建设单位呢 不拨款 不进行进行工验收 啊 这条 把它记住一下 那么书上呢 还有一个例题 那个例题里边有一问啊 那个答案 就把它记住 就是谁颁发开工令 谁颁发开工令啊 就是监理单位的总监理工程师啊 在得到建设单位的授权下 可以颁发开工令啊 颁发开工令 其他的这几个内容呢 大家呢 就都看了 那么第二个是关于通信工程监理的这个工作内容 和监理的方法 这里边有一个第二 叫施工阶段的监理内容 这个呢 大家把它读一读 你看咱们前一边是不是说了很多关于监理的内容啊 监理要干这 监理要干那 啊 这个地方有监理 那个地方有监理 那么你把这个读一读 有助于你理解前面内容 但是不用背啊 他不会考的 啊 不会考的 啊 一共是12条 这12条 大家把它看一看啊 第三个就是通信工程建设监理的常用工作方法 一共是有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呢 大家把它背一下啊 就是名词就行了 不用管后边的 旁战 巡视 还有呢 就是平行检验啊 因为你施工单位是不是要配合监理的工作呀 对吧 所以说你要了解什么呀 了解监理的工作方法 对吧 那旁战呢 主要是用于一些关键部位或关键工序啊 以那个监理员为主啊 就是你在那里站 我你在那里干 然后呢 我站在旁边看啊 巡视就是相当于那个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啊 开着车到现场转一转啊 平行检验相当于抽检啊 相当于抽检啊 这是关于监理的工作内容 好 这样的话呢 咱们整个第二章的内容就讲完了啊 这个 大家呢 在第二章上呢 一定要花费一些时间啊 这个第二章肯定是你绕不过去的内容啊 呃 也是你必须要拿下的内容啊 这个大家呢 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啊 呃 咱们通过经讲呢 我觉得大家也能够充分的认识的啊 只要是你能听进去啊 就我别看 咱们的这个地方唠叨唠叨唠叨叨这么多 对不对 你只要能听进去 那么呢 对于你的这个复习啊 就肯定是有帮助的啊 呃 你肯定能通过这个经讲 知道哦 书上哪这个哪个地方是重点啊 书上哪个地方既是重点 它还是难点 对吧 书上哪些地方根本就不用记 你看咱们讲这个质量监督和监理 是不是讲的非常快啊 啊 你这为什么 因为这些地方他不考啊 或者他有数的几个考点 咱们给大家点一点就行了 他还不是说经常考这些地方啊 所以说呢 对于这些地方呢 咱们就尽量的呢 给大家呢 呃 缩略一下啊 省略一下 把这个主要的时间 集中在这个主要的内容上啊 帮助大家呢 这个 更好的去复习啊 更好的去复习 好 那么咱们第二章内容就到这了啊 好 谢谢大家